卫生局在今日街或嘉义县卫生局通报有39人的旅行团 出现疑似食物中毒的一个症状 卫生局立即介入调查 经查该团是在4月8号当日食用午餐之后 陆续有出现呕吐跟腹泻等不适症状 截至今日为止总共有25人出现不适症状 所幸多数的患者目前症状已经缓解而且已经离院 针对于该团本市旅游室的部分 卫生局已经派员会同宵保管到前往餐厅进行机查 并抽验食品的一个检体 环境检体跟人员首部的一个检体 后续将会依检验结果进行厘清相关的因果关系 卫生局要呼吁我们所有的食品业者 目前气温逐渐高温湿热 食品中毒的风险会提高 那所以呢应该业者要落实保存管理 然后确保消费者的一个安全 那并遵守预防食品中毒的五项原则 那第一项的话就是在处理食材前后 一定要彻底的清洗双手 那第二个的话食材要新鲜用水药卫生 第三个的话伸手室要分开处理 要用不同的器具避免交叉干燃 那第四个的部分呢一定要彻底的加热 那食品中心的温度应该要达到70度C 才能细菌才容易被消灭 那第五个的话要注意保存的温度 那一定要保存低于7度C 那室温不宜放置过久 那这样子的话才能预防食物中毒的一个发生 那民众如果有任何相关的问题 可以下我们的消费者服务专线 0800285000